有住戶 養狗狗進出社區大樓的公共區域 沒想到被管委會告上法院 台中市國美館這一棟社區管委會 規定飼養寵物進出 不能落地 也不能走大廳 社區一對如姓夫妻飼養的黃金獵犬 因為沒有照規定 短短二十三天被計違規一百二十九次 每一次一千元開罰十二萬九千 我有這邊的使用權 那為什麼我不能讓我的毛小兒落地 或者是要從另外入合 這樣感覺他們好像 特別的沒有自己的權利這樣 原本一審判決夫妻倆多次違規 扣除重複行為認定 兩人違規一百零一次 要罰十萬一 夫妻倆不服上訴 二審法官認為 官文會沒有依照規約 報請主管機關認定 禁制裁罰違規住戶 預約社區的規約授權範圍 因此不具法律效力 判決夫妻倆免罰 全案還可以上訴 罰款罰了十一萬多 你會覺得很發展 那這樣子有點太多了吧 那只是要讓我覺得 好有威脅感這樣子 會覺得不太舒服 對判決結果社區表示 官委會剛換人 也不了解情況不便說明 而入信夫妻算省下高額罰款 但法院判決寵物進出 還是要使用推車 兩個人再提上訴 認為社區妨害住戶養寵物權利 各一省認定社區規約 兼顧其他住戶的衛生安全 沒有限制過當 因此夫妻倆未來帶寵物進出 社區還是要使用推車 TV新聞 陳其軍 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